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该巨星不幸感冒 演唱会被迫取消 大家气愤不已 纷纷喊着要退票 但这个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让人看到了希望 他就是周深 周深在朋友的引荐下 听闻演唱会被取消后 发了一条微博 表示愿意代替巨星举行演唱会 这条微博一出 立即赢得大家的热烈回应和支持 演唱会成功办成了 当演唱会开始 周深迅速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将现场观众的情绪高涨了起来 他玩转动听的歌声 洋溢着对爱情 生命 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让人不由地感受到了美好与梦想的力量 让大家在瞬间忘去了早先的失望和不满 演唱会圆满结束 全场观众带着满意而欣喜的心情离开了现场 通过事后了解 我们知道 这位巨星是真的生病了 但是 他却因为某些原因 无法告知大家真相 只得将演唱会取消 当大家请求退票时 他的内心或许和我们一样 充满了失落和难过 但是 周深的出现 不但让观众看到了一场难得的歌唱盛宴 更让他的支持者们看到了一种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不要放弃希望和拼搏的信念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退票呀 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等着大家去发现和体验 让我们一起来跟随周深的音乐 享受生命的美好 感受爱的滋润 曾益可 一个通过快乐女生红的女歌手 当年凭借独特的绵羊音符获了一群粉丝 虽然多年来没有爆红 但也稳扎稳打 可2023年的一场跨年演唱会 它把多年来累积的人气全部消耗殆尽 被彻底拉下神坛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2023年的跨年夜 本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但曾益可的粉丝们却都被气得怒火中烧 而惹得一众粉丝发怒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们心心念念想要看到的偶像曾益可 2022年12月31日晚上 曾益可在深圳举办了一场个人跨年演唱会 票价是680元 并不便宜 演唱会开始前几周 曾益可的工作室就在大肆宣传 说曾益可会在演唱会上献唱特别曲目 引得一众粉丝无比期待 纷纷抢着购票 有些粉丝 从很远的地方辗转到深圳 期待着能够欣赏当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 但没想到的是 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他们完完全全被耍了 这场所谓的演唱会 并不是在什么大型体育馆中举办的 而是在一个很小的封闭场馆中 举办方甚至连凳子都没给观众准备 所有到场的粉丝只能在台下站着 人一都 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人多得小 整个场馆闷热又拥挤 场上的设备也很差劲 几个音响播出来的声音又小又有杂音 霓虹灯的灯光也刺眼无比 有很多站在后排的粉丝压根都没听见音乐声 而挤在前排的粉丝 有许多都被强烈的灯光晃得中不开眼 当时粉丝买票时 宣传栏上写着 这场演唱会至少会有三个小时的时长 飙的时间是从晚上九点开始 一直到2023年1月1日的零点结束 但曾益可不知道为什么 开场之后迟到了半小时才来 让粉丝们等了半天 到场后一句道歉也没有 臭着脸唱了几首歌 不到两个小时就下台了 后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曾益可才又上了台 期间都是主持人在与粉丝们沟通互动 一直到零点 曾益可都没再唱过一首歌 而是站在舞台上打叠 粉丝说 当时宣传上说了 会有四首新歌 可你没唱啊 哪怕今天时长不够 但你把承诺的都表演了 我们也不会有意见 曾益可黑着一张脸转头不说话 粉丝说 你现在愿意再多唱几首歌给我们听吗 我们来就是为了听你唱歌的 曾益可直截了当地回复 不愿意 这样恶劣的态度 让粉丝们无法忍受 当晚就在微博上质问曾益可工作室 甚至 有好几个喜欢曾益可十几年的老粉都出来维权了 事情上了热搜后 工作室迫于舆论压力做出了回应 总结来说 可曾益可的工作室就说了如下几件事 第一 这次演出不是演唱会形式 而是Mailhouse 只有站票 第二 曾益可当天下午就在后台后场 并未迟到 晚开场半小时是因为粉丝来晚了 第三 所有的演出都写在了宣传海报中 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水时长故意拖时间 对此 曾益可拒绝多唱几首歌的请求 是因为当时已经撤场 没有设备 事实上 此次演唱会事件 并不是曾益可第一次引起大众争议 2009年 曾益可作为快乐女生前十名出道 比赛中一首诗自作唱出了多少人的青春 出道后她人气不减 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并且夺得了最佳新人奖 可以说是出道集巅峰 才华亮眼的曾益可 在出道前就已经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就连企业家罗永浩都是她的死忠粉 早年间 罗永浩为了追星曾益可 做出了许多令人称奇的事 为了曾益可 改名叫做罗永浩可爱多 可爱多是曾益可粉丝的代号 这个略带少女性的网名 罗永浩用了近五年 后来为了企业形象才又修改了名字 罗永浩为了维护曾益可 可谓是对天对的 当初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将快乐女生的评委都对了个遍 只为了证明曾益可的实力 之后这位才大气粗的死忠粉 还亲自掏钱赞助 为曾益可租下了北京最顶级 也是最贵的录音棚 只为了让她更好的创作新专辑 曾益可录制途中 罗永浩可以说是全程陪同 为了曾益可 罗永浩甚至放弃了学校中的工作 天天到录音棚中给曾益可端茶送水 与曾益可合作专辑的一众音乐人 都被罗永浩震惊了 后续采访中 这群音乐人都说 从没见过如此豪气的粉丝 更没见过如此殷勤的粉丝 2019年6月17日 曾益可登上了热搜榜 原因是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痛批机场的安检人员 她曾在北京机场下了飞机 过安检的时候明明机器显示正常 可安检人员非要让她脱帽检查 还打开手机录制 态度很恶劣 曾益可还配了两张安检人员 为打码的公号照片 一时间 曾益可的许多粉丝 都开始网报这名工作人员 说的话非常难听 这件事闹得很大 官方都介入了调查 事情发酵几日后 官方发布了情况通报 通报中写明 是曾益可拒绝配合安检工作 并且对工作人员爆粗口 得以相向 后续发文还抑郁推卸责任 给工作人员泼脏水 官方亲自下场打脸 让原先嚣张无比的曾益可 顿时哑口无言 可认 曾益可发布道歉信 说自己前几日发文太情绪化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只想用情绪化这个借口就解决 当然是不可能的 随后 近时加官媒纷纷发文 指责曾益可的过激行为 人民日报更是写了长篇文章痛批曾益可 此时一出 曾益可的后续演出皆被取消 综艺节目中曾益可的镜头也全部被删 客观来讲 要论实力来说 曾益可其实根本到不了快乐女生的前十名 曾益可唱歌时经常破音走调 明明是实力一般 粉丝们硬要说是独特风格 还给曾益可封了个破音女神的称号 属世是奇葩 至于是不是曾益可的风格 其实这么多年来也能看出来曾益可出道后 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歌火人不火 说的就是曾益可 从罗永浩事件到演唱会事件 至此 曾益可算是将他出道至今的口碑全部败了个精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